每年这个季节都是豆角大量上市的时候 新鲜又便宜 今天咱们分享一个豆角的新吃法 你肯定没有见过 首先从树上摘下来二斤长豆角 加入进化前的自来水 清洗干净 泡制半个小时 这样能很好的去土豆角表面的从软和脏东西 然后化在阳光充足的地方晒上一个小时 晒掉豆角表面的伤水 这样在腌制过程中豆角就不会烂 把塞好的豆角收回来 放到案板上 切掉头尾 一卷一卷的塞到毯子里面 用手给它压实 放上蒜片 姜片 小米辣 50克的冰糖 100克的金盐 家里的大米 咱们用凉白开给它清洗一下 弄点头道的桃米水 然后把桃米水倒入罐子里面 记住一定要没过豆角 酸豆角成功的关键 就是加入一袋泡菜发酵菌 它能加速豆角的发酵速度 而且还不腐烂 最后加入10克的高度白酒 去一增香 盖上盖子 密封保存 中间呢 请给它晃一晃 7天以后就可以食用了 酸豆角 再压你就像我这样做 酸脆爽口 干净卫生还好吃